国庆期间,屌妹一场婚礼打算半十次, 直到被人骂了,她才不情愿地逮成四场。 婚礼前夕,她特意打电话来提醒我, 了解,舅舅说了,你一次性得给我随四份礼金, 之后婚房装修前你直接打给我, 我就不跟你计较那剩下的六份了。 舅舅的二十万养老金就给我当陪嫁咯, 我气得不行,我爸这二十万可都是狠金压榨我得来的。 婚礼现场,我打算把钱要回来再找我爸算账, 可我还没开口,表妹就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了, 去年给你们家的份子钱,担紧还对我。 你不是离婚了吗?游城也走完了, 钱贷还我了,我没理他,他就发疯一样向我吼。 姐,你不给钱,婚礼还怎么办? 我冷笑了一下,直接把桌子掀了。 怎么办?那就不办,收到四份情帖的时候, 我都怀疑是不是他们一杀错了。 先人叶兰,是我表妹张若和她老公沈山的名字没问题。 可是婚礼地点却是四个不同的地方, 都已经跨省的距离了。 我打电话给表妹,她那边很吵,像是在放鞭炮。 了解啊,没发错,我们就是打算在双方老家, 还有我们工作定居的地方, 以及同学朋友多的地方多个半一场,这样才热闹。 确保所有亲朋好友都能参加到我们的婚礼。 我不好说什么, 谁都明白半四场婚礼就是为了多拿几份随礼。 我开始解释,这边可能到不了, 你也知道我从事的是自媒体, 国庆期间流量大,我可能抽不开身。 但你放心,分子前我一定比你转过来。 也祝你新婚快乐,和和美美。 那边一下就安静了,张若语气有些不好。 姐,我这辈子就结一次婚, 你都不肯来,你不是有车吗? 开车很远吗? 你要是不来,别人怎么看我? 我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 那好,我尽量在一号赶到, 但是我只能参加一场婚礼。 我看你第一场婚礼是在老家, 我的领导说一下,请假赶过去。 张若这才缓和了很多, 好,姐你一定要来。 记得早点, 我们凌晨四点就要开始准备结亲了, 你可别迟到, 我答应后挂断了电话, 就向领导请了假。 我得提前出发, 才能确保在一号准时到婚礼现场。 休息了一夜, 我特意包了个大红包, 第二天一早, 我就上了高速, 没想到, 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的。 很多人都是赶在月底上高速, 结果刚到隧道那里就补住了。 几个小时过去也没见洞, 我爸电话又打了过来。 妮儿, 你来了没, 都下午了, 可别错过, 若如明天婚礼, 我赌得心烦气躁, 只能不停地往远处眺望, 还没呢爸, 估计得赌到晚上了, 我几辆明早到。 对了爸, 分子钱我准备好了, 我给就行了。 我爸声音有些迟疑, 妮儿, 分子钱我已经得弱弱了。 你也知道, 弱弱从小住我们家, 他爸妈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这次婚礼, 我就做主给了他陪嫁。 我心里咯噔一下, 爸, 您给了他多少陪嫁, 我爸支支吾吾的, 啊, 二十万。 我差点两眼一飞, 爸, 这可是你自己的所有积蓄, 你怎么都给了? 我爸叹口气, 这不是怕他嫁过去没陪嫁, 会受欺负吗? 他从小跟你长大, 我把他当亲女儿看待。 再说了, 我女儿会挣大钱, 积蓄没了可以再存, 我气得不行, 我爸的这些积蓄可都是我打回去的。 所以这陪嫁相当于是我出的, 爸, 你知道我挣钱都不容易吗?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 我爸不以为意, 你不是在网上敲敲键盘, 搞什么手机啊, 什么某音的吗? 这不是很轻松了吗? 我看那些网红也就是说几句话, 就赚鸡百万了。 你应该也赚得不少, 你妹结婚, 别对钱斤斤计较。 我深吸一口气, 从小我爸觉得表妹格外好。 我爸在村子里属于是老好人, 对家人抠抠嗦嗦, 对外人那是逢求必应。 张若他爸妈出事了, 他奶奶家外公家都不养。 所有人都找到我爸, 把这些烫手山芋扔给我们家。 等来小时候就穷, 我爸为了不被人戳几两股, 他被说对屌妹不好。 那是什么吃的穿的都先比张若, 我这个亲人反倒是穿对衣服吃剩饭。 要不是我这两年跟着网络赚到钱了, 我爸都不会给我血寒闷暖的。 我忍得又忍, 继续询问, 那南方呢? 沈山给了多少彩礼, 我爸偷口而出, 要什么彩礼, 现在不都鼓励不要彩礼了吗? 我们家又不差钱。 再说了, 我们家给陪嫁, 南方没给彩礼, 那若若在他们家就是高人一等, 一定会对重视的。 我彻底生气了, 感情是空手套白狼, 什么不差钱, 不给钱那就是上门女婿。 爸, 您打主脸充烫子, 用我的钱去充场面, 起码跟我商量一下吧, 我爸很不赞同, 妮儿, 你太计较了, 什么上门女婿啊? 人家沈山是独生子, 怎么能做上门女婿? 我是你爸, 用你的钱是应该的, 还用得着商量吗? 我养了你二十年, 我花得比二十万多了去了, 我吃笑开口, 就靠你给我煮的红薯稀饭, 和村子里的就衣服吗? 就连我上学也是被资助的, 你有钱都给张若读书, 哪怕他只是读职高, 而我是考上了大学。 爸, 您不觉得太偏心了吗? 我爸不说话了, 我不想再终变, 于是直接抢先胎口。 我累了吧, 我已经堵车几个小时了, 我大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先挂了, 我挂断电话, 只觉得浑身都是无力的疲惫, 一直到晚上, 车终于动了动。 我爸发了一条短信, 对不起你, 是爸没考虑你的感受。 等回来了, 爸一定好好补偿你, 这次先把婚礼热闹帮忙吧。 我叹口气, 回了的好字, 看着包好的红包, 算了, 都包好了, 就给吧。 到了半夜的时候, 我正在走傍山显露, 手机不停地震动。 我打他免提, 张若刺耳的声音传出来, 姐, 你到哪里了? 还有三个小时, 婚礼就要开始了, 孙子钱你准备好了没? 一共四份, 既然你只能参加一场婚礼, 那你就一次性给了吧。 我本来就过得不行, 这下火气, 跌得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张若, 你知不知道我在开车, 你要钱, 还是要我这人 去婚礼现场, 我没等张若说话, 直接挂断电话。 结果他总是接二连三想起, 一直到第十七次想, 我受不了。 我低头把手机关机, 却差点迎面撞上对面的车, 幸好我稳住方向盘, 及时躲避。 不知道张若为什么总催着 我去婚礼现场, 我心底都是烦躁, 等这次结束, 以后我再也不会管张若任何事。 好不容易赶到老家, 凌晨四点多, 我已经累得快不行了, 却还是强撑着进礼屋, 张若穿着婚纱, 一看到我就走过来挽着我, 姐, 你终于来了, 就等着你了。 我扯出笑容, 把准备好的份子前抵张若, 他看到我拿出的是一个红包后, 笑容凝固, 一个, 姐, 我不是跟你说准备四的吗?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呀? 才五千, 这么少, 看着张若当面拆红包, 甩着手里的钱, 一脸嫌弃的样子。 我攥紧了拳头, 忍住揍他一顿的冲动。 张若, 你觉得五千少, 那你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你给了多少分的钱吗? 张若脸色变了, 他嘟囔地说, 我哪记得清楚, 又不像你, 每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忍不住冷笑, 你说你妈是广东人, 你们那里结婚的习俗, 就是红包不能给多, 所以你连两百都没给, 给了我一百。 现在怎么又嫌弃我, 红包少了, 你不是广东人吗? 张若撇了撇嘴, 我妈是广东的, 我当然就要按照广东习俗。 你又不是广东的, 故意给那么少, 不就是欺负我吗? 我还没说什么, 张若就委屈红了眼。 他身边的伴娘也都哄着他, 都不满意地看着我, 好像我犯了天大的错, 我也不想惯着他, 既然你不要, 那我就走了, 红包我也带走了。 张若一把拉住我, 姐, 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 五千就五千吧, 马上沈山和伴郎就来激亲了。 我犹豫了一会, 还是留了下来, 坐在了一边。 门被关上, 很快门外吵吵嚷嚷的, 沈山在外面推门。 若若, 快开门, 我来接你了。 我知道这个环节, 但娘堵门, 新郎得象征性塞点红包才能开门, 徒我喜庆。 可接下来, 我直接看呆了, 张若催促我, 姐, 还等什么呢? 快撒红包出去给伴郎, 沈山他们才能进来啊。 我怒急返校, 我还是第一次见给伴郎 塞红包鸡新娘的。 张若, 我没钱, 今天要是他们进不来, 那你这婚就别结了。 张若脸色很难看, 他坐在一边一动不动, 等得我服软。 我只觉得他是智障, 他不想出去那就别出去, 我又不急。 外面声音越来越急躁, 沈山脾气也上来了。 张若, 开门啦, 在里面干什么呢? 张若还是按捺不住, 瞪了我一眼, 不情不愿地出门了。 我以为这场闹剧就到这里, 没想到折磨才刚开始。 到了婚礼现场, 开鞋是下午六点, 我饿得受不了, 却想迈步买了一堆吃的, 勉强支撑着。 沈山爸妈接连拿着话筒发表讲话, 我爸则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位置也只有两个座位, 沈山爸妈坐着, 等着张若敬茶。 我爸带着张若走过红毯后, 就尴尬地站在一边。 我看不下去, 拉着我爸去宴席坐着。 敬茶的时候, 就给了薄薄的一层红包, 张若喜笑颜开的。 还不停喊得爸妈, 到了他拿话筒的时候, 对我爸说了几句, 口口声声喊着书, 就是不带一句吧。 好不容易等到上菜, 都已经八点了。 结果菜上桌我傻眼了, 套面和辣条, 还有那些最便宜的橘子和苹果等水果。 村子里本来就是很多种水果的, 这些我都怀疑是从我爸地里摘的。 还真是节约成本, 一点都不想出钱。 我实在没有胃口, 其他宾客表情也都不好看。 我低声和我爸说话, 我先走了, 工作上还有些事, 分子钱我也给了。 我爸拉住我, 有些责怪地看向我, 若若没父母, 就靠我们撑长面。 你走了, 他怎么办, 没办法, 我只能坐着。 好不容易等到婚礼结束, 张若走过来拉住我。 姐, 你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的分子钱, 可以还我了吧。 流程走完了, 而且你又离婚了, 这分子钱也没什么用了。 我真的被他的无耻得气得半死, 那你去银行存钱, 存进去了, 卡办好了。 你去问银行, 能不能把现金再给你? 那样来钱更快。 张若理所当然地反驳, 那肯定不行, 但是你不是离婚了吗? 银行存钱有利息, 可是你都离婚了, 分子钱肯定就该退啊。 我没搭理这个神经病, 转身离开。 四张若和沈山一堆人拦住我, 五伤手抱胸, 好整以暇地看得他们。 怎么, 为了一百金天不让我走。 张若说, 走当然可以, 但是婚礼现场是按天租的, 你得付租金。 还有宴席的钱, 都得给我。 宴席也是一脸认真, 你是他姐, 又有钱。 你吃也吃了, 也坐在这里待那么久了。 钱肯定要给的, 你爸都已经答应了。 我没记错的话, 我就喝了一杯水。 我看向角落里眼神飘忽的我爸, 他被我盯得发毛。 直接走过来贪贪说, 妮儿, 你挣钱了, 不就是给家里人用的吗? 你妹妹妹夫都是一家人, 你付钱也没什么。 我失望地看着我爸, 那以后他们怀孕生孩子, 孩子上学, 还要结婚, 孙子曾孙都得我负责, 我爸点头, 那当然了, 反正你离婚了也没孩子, 干脆就把你妹以后的孩子 当自己孩子养不是一样的吗? 这一瞬间, 我心底最后残存的亲情和不舍, 全都分崩离析。 我说, 为什么都一定要让我来参加婚礼, 原来是社局等着把我当冤大头仔。 我抬起头不屑地看向沈山和张若, 一大堆人乌央央围着我, 我冷声说, 不可能,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沈山带的一堆狐朋狗友, 朝我逼近, 都给, 不得今天老子就揍你一顿, 等会把你扒光了拍照, 看你还胆不敢这么傲, 张若不满地叮住我, 姐, 你不给钱, 霍里还怎么办? 我冷笑了一下, 直接把桌子掀了, 怎么办, 那就不办, 张若气红了眼, 沈山都准备动手了。 我爸见情况不对, 就想说什么, 张若就拉着他撒娇, 爸, 姐姐不收拾一顿, 他就不长记性。 以后您怎么管他呀, 人桌子都敢掀了, 他眼里只有钱, 没有亲人。 寒鲜如苦养了他这么多年, 不过就让他低点钱。 你看他的态度, 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 太不孝顺了。 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您就是没打他, 现在沈山他们, 替您好好教教姐姐。 我沉着脸梦我爸, 爸,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爸想又想, 还是说话了, 你这你也确实变了, 赚到钱了心就野了。 不把我和你妹当回事了, 都怪我太纵容你, 不舍得打你, 张若朝着我得意地 扬起笑容, 我压下心头的酸涩。 看向沈山, 想要钱可以, 我让人带现金来, 你们, 一个也别走。 人人有份, 会场直接沸腾了, 他们都像盯着肥肉一样盯着我。 而我笑意加深, 既然不能跟流氓讲道理, 那就让流氓来教育流氓。 无我打电话找来了 原先我帮助过的一个小混混, 他之前被人追杀, 躺在胡同里等死。 是我前年准备离开老家时发现了他, 将他送到医院, 付了医药费。 郑强说过, 姐, 我最讲义气, 这条命是你给我的。 以后有事找我, 我为你赴汤蹈火。 我一开始也就当蛮笑话听听, 毕竟我没什么仇家, 也不支持以报之报。 可现代这些人真是刷新了我的下线。 我搭得正强, 对面嘈杂的环境下安静一姐。 怎么了, 我简单地把整件事说了一遍, 那边立马一口答应。 我把定位发得正强, 他离这不是很远, 一个小时内能到。 我爸坐下来苦口婆心地劝说, 妮儿, 你也别怪我。 钱这个东西没有亲情重要, 小时候你什么都听我的。 对你妹也好, 长大了能挣钱了, 反而说话刻薄。 妮儿, 咱可不能忘本。 张洛也在旁边拱火, 对啊姐, 爸对你多好啊, 比对我好多了。 你刚才冷言冷语得太寒心了, 再说了, 你是我姐, 我肯定不会害你, 我结婚你不说送房送车, 就这么些钱, 你不至于计较吧。 我冷哼一声, 对我好, 从小到大下地干活是我, 吃肉的是你。 我穿得瀑瀑烂烂, 你却总是有新衣服。 好几次爸不想让我读书, 好供你上学, 还想用我换彩礼, 我现在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穿好的吃好的。 哪样不是我中取的, 还敢提我离婚的事, 如果不是你们, 我会离婚吗? 张若和我爸都变得脸色, 我离婚就是因为 他们总背着我向我前夫要钱。 不光如此, 他们还总去我婆家和前夫公司闹, 就是因为我不肯让他们吸血。 到最后, 我只能提出离婚。 沈山不耐烦打断, 你和你妹计较什么, 你是长姐就该管你妹, 没我儿子, 那你就应该赚钱养家。 沈山身边几个男的不怀好意打量着我, 沈哥, 不用跟他不说。 我们俩好好教教他在怎么说话, 一只手朝我伸过来, 还没碰到, 我就被人用棍子狠狠砸了一下。 那个猥琐男抱着手疼的满地打滚, 谁呀, 郑强带着一大群混混拔回厂围了起来, 他满脸得很利。 你管老子是谁, 看得人模人样的, 干这么畜生的事。 今天谁也别走, 周前是我姐, 媳妇我姐的都别跑, 沈山有些饭处, 他狠狠推了张若一把。 你姐认识这些人, 你怎么不早说, 快去让你姐放我们走。 张若一脸阴沉, 他走过来依阳怪气。 姐, 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的呀? 我可不记得咱们家有什么表弟。 姐, 你挣的钱不能不干净吧? 我爸立即拍了桌子, 周琴, 你到底在外面做什么勾当? 你还要不要脸? 我以后怎么在村子里抬得起头, 赶紧叫他们滚, 向你妹妹妹夫道歉, 要不然你就别认我这个吧, 我面不改色。 又是这样, 我爸总是像个外人, 从来不相信我, 在家里他偏谈表妹。 在外人面前, 他永远嘲笑卖人, 博取个好名声, 从来不管我受的伤害。 我点了点头, 好啊, 既然这样, 那以后我就和你彻底断绝妇女关系。 招入夜跟我没有关系, 从今以后, 我都不会管你们死活。 我爸震惊得不行, 他明显慌乱了, 没想到我感应刚。 毕竟我是他的存钱贯, 我爸态度软了下来。 可招入不让步, 声音尖锐, 周琴, 你说不管就不管, 我让爸去法院告你, 到时候你照样得付钱。 我无所谓贪贪手, 好啊, 每个月最低赛养费是两百, 那我以后每个月就给你们两百。 张若气得面色通红, 他冲上来想打我, 被郑强瞪了一眼。 张若更加嚣张,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一个大男人对女人动手, 你好意思吗? 啪了一声清脆响声, 张若猛了, 脸上出现手掌印。 我又补了几巴掌, 他不打你, 我打, 贱人就是欠巴掌收拾, 张若气疯了, 但是被郑强拉着, 我不停地狂扇他巴掌。 张若被打得双脸高肿, 才终于老实了一点。 我爸心疼得不行, 胆紧护得张若, 他对着我咬牙切齿, 好像我是仇人, 不是他女儿一样, 朱琴,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滚, 我忍不住问出我心底 憋了很多年的问题。 爸, 我到底是不是你妻生女儿, 为什么你对张若比对我好, 我爸更加愤怒, 但是我却看出了一丝慌惯, 从小我就观察我爸神色, 摸透我爸的脾性, 靠这样我能少挨几顿打, 哄他胎心我才能有机会继续读书, 找到出路, 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 长大了, 更是敏感自卑, 总喜欢察言观色, 害怕不经意得罪他人, 这也让我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当初舅父和舅母离起死亡, 说是打工出了意外, 可我妈没多久也死了, 我心里有种不安和怀疑, 没人再赶拦我们, 我走之前把五千的红包拿回来, 出书以百人给张若, 在他仇恨的目光中,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尊重你的习俗, 红包一百刚刚好。 离开后, 我回到工作的城市, 着手调查我爸和张若, 检查报告出来后, 让我很失望, 我和我爸确实是亲妇女。 可是, 让我更加意外的是, 张若娟也是我爸的女儿。 我花钱让人调查 舅父和我妈他们当年的死亡真相。 刚回到公司, 就看见公司门口拉着横幅, 喇叭在面包车上不断响。 不像女朱琴殴打父亲, 灭带表妹和多名男人私婚, 不检点。 还找来混混欺负乡里相亲, 拒绝赛养年迈的父亲。 我的照片被挂在地上, 特别醒悟。 当我出现的瞬间, 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我爸跪在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 手脚还打着石膏, 一副很可怜的样子。 不少人都比较心疼老人, 我走过去, 冷漠地叮落八周刚, 爸, 您确定要闹得这么大? 我爸冷哼一声, 不好好管教你, 你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告诉你, 最好把工作辞了, 回老家去, 你妹垫付了婚礼的钱, 南方家里都因为你欺负他。 你赶紧回去下跪道歉。 我听得周围人的谩骂, 不少人还想冲上来, 压着我下跪给周刚磕头认错。 我爸更来见了,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地上打滚。 我果断转过身, 从地下车库开着车直冲的周刚急驰而去。 周刚猛了, 他料定我不敢撞他。 可是越来越近, 他罗头冒汗, 我也不踩刹车。 终于周刚扛不住恐惧, 连滚带爬地跑到一边骂我。 其他人都猛嘛, 我下车走向周刚, 将他的绷带扯下来。 不是手断了腿瘸了吗? 怎么跑得这么麻利? 围观的人都发现了, 在不清楚具体情况时, 人会同情弱者。 可弱者说话, 那就证明事情有猫腻。 我扯下喇叭, 狠狠砸在地上, 用鞋跟踩了几脚。 周刚惹我, 我凤陪到底, 周刚彻底被吓住了。 他对我小时候非打击骂, 认定了我随他拿捏。 可他忘了, 我从前捏来顺受, 是因为他是我爸, 也因为我没有能力反抗。 可现在, 他像个屁, 回到公司, 我就发现同事都不对劲, 听到熟悉的声明。 我们公司比较特殊, 别人放假, 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时间就是钱, 休假的可以休假。 想加班的, 那就按照三倍工资结算。 我走到一个女同事电脑前, 里面正在播放张若的视频。 她正在直播哭诉, 我姐从小就喜欢和那些小混混蛮, 村里人都知道。 这次我结婚, 就因为我说话让她不开心, 她就带了一群混混来砸我的婚礼。 不光殴打伴郎, 恐吓我和老公, 还对她爸也是拳脚相加。 你们看, 这就是她给我的红包, 一百块钱。 还扔在我脸上, 说我只配几一百。 网友群情激愤, 我拿出手机, 直接登录自己的账号进入直播间, 你说错了, 你连一百都不配。 你那个伴郎不应该只被打断手, 还应该把他淹了, 好几起婚闹都是他参与的。 你老公软饭硬吃, 一分彩礼没拿, 还想从我这掏钱。 二十万赔价都是我掏的, 记得还一下。 我强势的态度, 瞬间遭到很多人攻击, 我也开启了直播和张若连线。 她还想直接对着我下跪求饶, 来道德绑架我。 可我视频里, 直接播放了婚礼现场的画面。 得亏我了解张若牙子必报的性格, 她开始疯狂解释, 这视频一看就是合成的, 大家别信她。 网友火速马自, 我第一次看婚宴, 准备辣条和泡面的, 逆天了。 你们结婚是某师傅赞助的吗? 太奇葩了, 结婚让表姐掏钱, 这爸也好恶心啊, 给出事的份子钱还要回来, 穷疯了吧。 我又把结婚时, 我介入的份子钱账本拿出来,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张若礼金一百。 她丢我一百, 我还礼一百, 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张若气得五官扭曲, 却不敢发作。 但接下来才是她更慌的时候, 我身后背景不断变换。 直到停在了派出所, 我笑着说, 张若, 既然造谣, 那就做好被起诉的准备。 张若彻底慌了, 马上挂断了直播。 我来可不止和张若算账, 等到周刚被带到警局的时候, 双腿都在打仗。 警察已经收到了我的证据, 周刚, 你涉嫌故意杀人抛尸, 现在正式对你进行调查。 周刚面色惨白, 他求助地看向我。 逆尔, 你快告诉警察, 我是被冤枉的呀, 我弄火攻心, 你被冤枉的, 你和舅妈偷情, 被舅父发现了。 争执过程中, 舅妈死了, 你杀了舅父, 选择隐瞒真相。 后来我妈发现不对, 一直调查舅父死亡事实。 你怕我妈查出来真相, 打她淹死在田地里。 张若是你偷情的产物, 从结婚前你, 就和舅妈有关系。 娶我妈, 只是因为我妈家里有点钱和地。 你不配做我爸, 更不配当个人, 周刚彻底崩溃了, 被警察连脱带拽进了审讯室。 张若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我全程开着直播。 面对警察的质问, 张若全都招了不断求情。 姐, 对不起,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她做了事我不知道啊。 姐, 钱我不要了。 你别告我航母行, 我没有理她, 最后张若因为造谣被拘留。 直播里已经炸了。 我离开警局, 最后说了一句话,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造谣就要承担后果。 我挂断了直播视频。 张若被刮了半个月出来, 面临的就是我的索赔。 那二十万, 一分钱都被想私吞。 张若刚回去, 沈山就和她直接离了。 准确来说, 就是分手, 毕竟只是办了婚礼, 原证都还没领。 沈山不肯退钱, 非说这是赔价, 不应该还。 让张若自己还, 我也没同情张若。 还在她被抛弃的当天打电话过去, 张若, 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就把一百的分子钱还我吧, 反正流程也走完了, 用当初的话还给张若, 她欺诈了。 疯狂谩骂我, 周琴, 信不信我跟你拼命? 我笑着说, 信啊, 但是拼命之前, 你还是得还清我所有债务。 张若歇斯底里的发疯, 我直接挂断。 我当然不可能放过沈山, 她凭什么可以隐形不处理? 我把他们全告了, 张若被沈家的人骂成丧门性。 视频都成了热榜了, 因为张若之前的热度, 很多人关注张若。 视频里, 沈山带着她爸妈 不断对张若拳头脚踢, 胸向毕露。 张若被打得奄奄一息, 不是有人报警的话, 人都死了。 这就是张若的眼光, 沈山这种男人和周刚都一样可恨。 只会对女人动手, 贪图钱财, 为了钱不惜杀人。 听说张若进了医院后, 人没死, 我也就不管了。 好几次, 张若打电话求 我给他奖纳住院费和治疗费。 他被毁了容, 落下了终身残疾, 终于不再像之前一样 对我破口大骂, 哭得撕心裂肺。 姐,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请你看谈我吧。 给我打钱让我治疗, 要不然我真的会死的。 我没有心软, 如果今天换作 是我躺在病床上, 换位思考, 他会愿意给我钱治病吗? 答案是当然不会。 所以我直接拉黑了张若。 下班的时候, 我总感觉身后与人跟踪。 于是我开始加快脚步, 在靠近巷子的时候, 沈沙拿着瓶子拦住我。 贱人, 都是你害的, 不过就是让你给点钱, 你挣那么多钱, 评审不给, 又不是什么干净钱。 你搞网络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过就是扭扭腰, 赔睡赔酒。 呸, 老子还不嫌弃你钱糟, 你搞得我家破人亡, 为了替罪, 我爸蹲监狱去了, 你凭什么好过? 老子弄死你, 我后退到阴影里, 沈山身后跑来又熟悉的人, 郑强。 郑强一把将沈山踢倒, 玻璃瓶碎掉, 里面的液体洒在沈山脸上。 他痛苦地哀嚎, 脸上的皮肉迅速被腐蚀。 我眼神冷了下来, 还想泼硫酸, 结果遭到了报应。 郑强报警, 警察很快把沈山带走, 他已经疼晕了过去。 这下, 他倒是和张若婷配的, 两个都毁容了, 谁也别嫌弃谁。 我拍了拍郑强肩膀, 走, 我请你吃饭。 郑强笑了笑, 老板, 保护你应该的。 我早就把郑强带到了护士, 在我选择单单创业后, 我让郑强做我的保镖, 也把他培养成一个主播。 郑强很会聊天, 天生就是吃网络这碗饭。 短时间就迅速涨粉, 他是因为家里太穷, 不不其输。 混社会也是因为 想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马上有人扒他过去。 越扒越心酸, 郑强虽然是混子, 但是能吃苦, 也从来不主动伤人。 没啥黑历史, 赚到钱了, 还经常帮助同村的老人。 这无疑是又劝了一部分。 那二十万, 最后还是沈山他妈 心不甘情不厌的怀浪。 至于沈山, 不可能谅解, 他就老老实实蹲监狱吧, 说不定还能遇到他爸。 扎若还跑来公司过几次, 我同事都发过视频给我。 扎若像疯子一样找我, 可我早就离开那个公司了。 从今以后, 这些烂人烂事, 一点都被想跟我沾边。 星号。